在北美洲 很多人在座面物品上花了很多钱 为了获得更好的睡眠 很多人愿意花钱 来买遮光的窗帘 眼罩 空气的淨化器 枕头和床展 并且这个清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你昨晚睡成怎样? 奇怪的是 当面对烦恼和敌人的时候 诗篇第三篇的诗人 仍然可以安然入睡 假如你昨晚失眠的话 请在临睡前读诗篇第三篇 请你思考神的话 我躺下睡觉 我一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需有成万的百姓 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请你向神提问 为什么我睡得不好? 请你实践速学的真理 默想神的话 并求神赐给你好的睡眠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如果神赐给你好的睡眠 请勇于和别人分享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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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